聽到Beyonce 原來這首歌就是 再靠近一點點 今天來到我們舞台2023 現場所有支持團 你們好嗎 好 我是Ella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我是黃媽 我是舞台支援人 主持人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毅卓 林毅 我是王家里Jackson 大家好 我是負責創藝的 導演組的其中之一 這次公演整體來說 他是塑造人 就是告訴大家 分身給大家 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的 所有東西都是 輔助展示他的手段 所以我會選擇 很多鏡的鏡頭 保視頻出來的那個質感 因為這個東西是一輩子的 今天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有聽到凝凝唱歌嗎 有 是的 其實凝凝為大家 演示了我們二宮的一個主題 叫做用你的歌打敗你 你能用你的歌打敗我嗎 先請問一下我們凝凝 你唱了陶哲老師 你翻唱了他的音樂 你覺得你能夠打敗陶哲嗎 好 好犀利 好犀利 這個問題 好 那我想問一下Ella姐 是 最近看一檔節目 你有表演 閉嘴跳舞 啊 跳 好 好 那你覺得你有贏過 李宇春老師嗎 你怎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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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你很會問嘛你 我問一下現場觀眾 你沒有看過我們的那個 閉嘴跳舞嗎 有 剩下的我就不多說了 剩下的我就不多說了 對 很好看 對 對 對 其實呢 今天的這個主題叫做用你的歌打敗你 這一次的主旨就是希望看看我們的舞台歌手們 能不能把別人的歌唱成自己的 像我自己個人喔 SHE的《戀人未滿》其實是一首翻唱歌曲 它有原唱 原唱就是Beyonce的那個團 叫做《真命Destiny Child》 對 它裡面有一首歌叫做《Bronn Ice》 其實就是《戀人未滿》的原曲 哇 風格感覺差異很大 所以呢 我們的確可能應該是有打敗了原唱 感覺一聽到Beyonce原來這首歌就是在靠近一點點 我是歌手那個舞台 幾乎都在翻唱 我當時記得有一場很炸是回來了那一場 可以為我們唱一兩句嗎 遙望了溫暖天堂 聽到有個聲音說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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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有點不好意思上場 那我第一個我覺得翻唱的就是我 聽到的第一首歌 然後去張口去學的 不知道為了什麼 我 忧愁它圍繞著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跟著愛的寂寞 好好聽 風神 一皮疙瘩 所以我聽說 這首歌是 這首歌是一個很大的 轉動點 在我的生意 我在洗澡 我一邊 漂亮的女孩 全世界 我可以搶走 我可以搶走 但我會搶走 我會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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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請所有的 推薦人入座吧 一起來期待今天的舞宅 他們說要帶著光馴服每一頭怪獸 他們說要封好你的傷沒有人愛小愁 為何孤独不可公容 認知又不完美值得歌頌 誰說你滿身的不算英雄 愛你不勝做暗霞 愛你負貴的模樣 愛你對峙過絕望不肯哭一場 愛你破爛的衣裳 卻感度命運的牆 愛你和我那麼像 絕口都一樣 去哪 黑馬 這藍綠的屁方 這馬 看著那一最卑微的夢 只能黑夜中的無言與怒火 誰說 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他們說 他們說要結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烏龍 他們說 他們說要順便而上 而代價是低頭 那就讓我不可重逢 你一樣驕傲著那種孤容 誰說對一平凡的不算英雄 愛你不勝做暗霞 愛你不貴的模樣 愛你對峙過絕望不肯哭一場 愛你破爛了一場 卻感度命運的牆 愛你和我那麼像 絕口都一樣 去哪 黑馬 這藍綠的屁方 這馬 這那一最卑微的夢 只能黑夜中的無言與怒火 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愛你不勝做暗霞 愛你不貴的模樣 愛你不貴的模樣 愛你對峙過絕望不肯哭一場 愛你愛自於馬馬 一生不見誰的光 你創造你的城堡 在飛絮之上 去馬 去啊 一最卑微的夢 這馬 這那一最高高的夢 除了黑夜中的無言與怒火 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你不斷屁造 讓我嚇到你了 不秉策 你破舊的玩偶 你的面具 你的自我 這個唱功 這個唱功 我的 真的大部分 太煞了 太煞了 那個高音真的厲害 李佩玲 舞臺結束 請對戰歌手交換舞臺 Let's go 蔡偉哲 Let's go baby 加油 在這樣的舞臺上面對這樣的對手 跟這個選歌 其實我是不能贏的 對 這是一個 難以跨越的技術上面的落差 老師 怎麼樣 唱翻唱也不好玩 好困難 這個我會覺得有一點 因為你的副歌會不會有點太黏了 因為你的習慣是在比槍 愛你孤身走晚上 愛你不愧的模樣 愛你孤身走晚上 愛你孤身走晚上 不是 不是這樣 原來不是 不是 因為這樣會太愣 對不對 就是 愛你孤身走晚上 愛你 這首歌是不是不適合你 對 就是 人生中一定會遇到 你必須去做一件 你非常不擅長 而且也不是你的舒適圈的事情 愛你孤身走晚上 但是他需要你去做 愛你孤身走晚上 我覺得心態 不是說要把這件事情做到最好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心態是要去 想辦法讓自己不放棄 僱勇者 我就會詳細了解他的歌詞之後 我喜歡他的寓意 那個愛你不貴的模樣那一句吧 反正我覺得我是沒有貴過啦 雖然我在做的事情就是 做一些大家不知道我在幹嘛的歌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挺喜歡的 對吧 我覺得這幾年下來 我們在北京認識的朋友們 跟我們同名的 不管是樂隊 音樂的人 經紀人也好 這些曾經跟我們一起努力的人 現在都已經 超過我們 大一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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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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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息氣點 我只是想要 跟大家分享就是 那個 我曾經去過這個 我的老闆家裡面吃飯 他跟我說就是 想要在 這個音樂才能成功的話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要離開這個排桌 你知道 大家只在打一副排 然后绝对不要离开牌桌 因为你中间如果你放弃 的话你就很难再回来 你知道我们曾经也有过 几副好牌 包括上节目 我们曾经也有过不错的机会 但是我们这个牌 牌季可能不是很佳 所以可能让在场 各位期待我们的人 会有点失望 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就是 看着红林的人 一步步的就是 从我 其实心还是会有点算算 我昨天的时候就在想 就是现在的傻白眼 只有一张牌 就是我们自己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 傻白的歌很任性 觉得傻白应该要更容易洗脑一点 谢谢你们 这也是我们一直保留在手上一张牌 就是我们不想要变成那些 我们不喜欢的样子 这应该是我参加的第四次节目吧 参加的节目就是为了曝光 就是通过不同的管道 去让杂白的歌有机会被听见 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有故事 然后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 已经赢的人去讲的故事 孤雍泽这首歌就是刚好是完全的相反 他是在讲那些 看起来没有赢的人 他们 施加的力量不会少于那些 所谓的已经赢的人 蔡维泽 孤雍泽 舞台开启 舞台开启 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的不同 你犯的错 都 不必隐藏 你破旧的网路 你的面具 你的自我 他们说 要带着光是否没头怪兽 他们说 要封好你的伤 没有人爱消愁 为何孤独 不可光荣 人只有不完美 值得歌颂 谁说我 你满身的 不算英雄 爱你 爱你孤身走岸巷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 却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感度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 去吗 陪吗 这烂绿的披风 这么战那 一岁卑微的梦 直到黑夜中的 无言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爱你不申走岸巷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 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来自于漫黄 一生不解谁的光 你枪造你的城邦 在飞逝之上 爱你不申走岸巷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 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感度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 去吗 陪吗 这烂绿的披风 战吗 战那 一岁卑微的梦 直到黑夜中的 无颜欲红 去吗 陪吗 这烂绿的披风 战吗 战那 你最美味的梦 直到黑夜中的 无颜欲红 谁说站在光丽的 才算英雄 你最美味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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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维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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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接近 太感动 接近 正确 好感动 蔡维泽 我就很想跟她说一句谢谢 愿意在这么一个 很残酷的舞台上 愿意去接受我的一些意见 愿意去消化琢磨我的意见 我真的觉得她的雇佣者 已经非常挑战自己了 挑战傻子与白痴的主唱 蔡维泽 她是胜利的 所以那下我是为她非常激动的 可以了 蔡维泽最好的一次 都棒 下面进入舞台支持时刻 请舞台推荐人 预测获胜的舞台歌手 你们选一下 哇 好难 现场800名舞台支持团 请为你喜欢的歌手投票 每个舞台可同时支持两生 你们两个是 蔡维泽 对 那其实我特别明白你选蔡维泽 因为我觉得她那个自我突破 她一下盯上头来 对 她愿意做那个改变 跟调整 那你要说突破东西 那我是觉得蔡维泽 其实突破的自己 对 但是 我觉得她们会选 对 她们好像更写明 她会得到处理 不会 不会 但是她们还是会选佩玲 我觉得她们应该会选佩玲的 因为她们要考虑到观众投票 支持结束 下面请舞台推荐人 跳出你们的预测结果 恭喜李佩玲 恭喜李佩玲 你们两个用不同的故事 然后去演绎了这个雇佣者 对 然后李佩玲呢 我感觉就像一个女生 一个人去冲破 惊涛骇浪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蔡维泽 就是把这种力量 去传递给别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演绎的方式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夸赞一下 我们的Jackson王佳尔先生 他竟然可以把一首 大家那么熟悉的歌曲 还是营造出两种不同的舞台风格 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的Jackson 佳尔 你在这里吗 在 OK 你自己在构思这两个舞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困难 有啊 那你如何解决它呢 没有 就只能直接干呗 直接干 那我想请问一下 像刚刚蔡维泽她的舞台 有那个信号烟火啊 你曾经在舞台上 有这样子的一个表演过吗 没有 因为我比较胆小 你比较胆小 所以我把我比较胆小 不敢做的东西全放在 放在这里了 OK 对 好 谢谢佳尔 谢谢 那我先来讲一下 我先来起个头 首先佩玲 就是我觉得你很需要 找到一个属于你李佩玲的一个点 我想要看到的是 你能够有点点失控的时候 这首歌的编曲它后面有古典 甚至有一些很高昂的东西 你的手 你其实有做一两下 但我就想说有没有再更多 你可以再更多更 crazy一点 就是进入那个歌的感觉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多试一下 因为当你那个 那是哪个地方 你那个 你如果那一下 其实你可能你会失控出那个 那个毛鞭 对 曾嫂 我只想讲那个毛鞭 对 就是那个东西 如果你可以有一点点那个毛鞭 就会很高 你如果那一下 啊一下 你那一句就会完全不一样 好 但是你绝对是唱得好的 我们只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那我这边要稍微跟大家补充 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 其实前面佩玲一开始的吟唱 是我们周深老师建议她的 对 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是直接她们说 但是周深老师就有提议说 可能这样直接唱的话 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 对 因为像我觉得这样进来 我有点突然 你如果自己觉得 很一个吟唱呢 就在前面她给你个Key 我觉得这样你的吟唱会 你可以把观众拉进来 佩玲那个歌 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星星 因为一开始以为 不会觉得很适合 我自己通过想象的话 觉得佩玲 首先不是很理解这首歌 你可以再小小地唱一下吗 她们说要带着光 循奉每一头怪兽 你这段话是唱给谁的 是唱给别人的 还是唱给自己的 别人的 我自己的理解的话 就是唱给自己的 如果你把这段话 去给别人说 会变成你的抱怨 会变成你的结婚 好 就是她们说要我这样 其实不太想 好 因为孤勇者 她是一个在你的心里面 去脚劲的一个人 然后又把歌词 每一句就跟她去分析 我觉得她都消化了 而且是我觉得 唱那么多歌 我觉得她最共情的一首歌 对 对 我说 当你做那个节奏 我感觉到你 好像在我们的表演 就像一个图片 像一个图片 你知道吗 对 那个阿拉丁的公主 我告诉你 我感觉到 我真的在看你 在海岸中的中心 在海岸 唱你的心里 我真的很享受你的表演 蔡维哲 我觉得这一次其实 让我感觉到非常大的变化 是你唱腔跟发声部位的改变 YES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首先我要先 就是非常感谢周深老师 对 因为周深老师 参与了我两次 还是三次的彩排 我觉得我刚刚在场上的时候 我有特别看向周深老师 对 因为我觉得他给我很多 鼓励去 让我在这个舞台上 尝试我可能 没有那么熟悉的东西 对 谢谢老师 客气 这个就是成长 你知道吗 真的很好 去做自己不擅长的 但是你做得到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 蔡维哲来到舞台 2023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意义 请前往故障